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原一个时代精髓 我是汉语桥出题官 我来了 听说您的声音博物馆里有200多种声音 这得搜集多长时间呢 我收集这个200多种声音 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吧 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想到 要去收集这些声音的呢 我觉得北京声音就是北京历史 我希望每一个人进入这个博物馆 听了这个声音以后呢 能够穿越到老北京的那个时代 感受到时间记忆的温度 有一种声音呢 我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来收集 这个声音几乎消失了 今天我们在现场可以听一听 那好 一起来听 谁知道这是什么声音 猜猜11号举手了 鲁斯兰 我觉得就是那个外星人来的时候 有这样的声音 对 飞船 哦 外星人来的声音 就是刚好我听得懂这个外星语 你听得懂外星人语 刚才那句话 外星人是在跟我们说什么呢 这个话就是 大洋 大洋 属我最强 属我最强 对对对对 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案 对 老师 这是鸽子哨的声音 鸽子哨 鸽子哨是最能够代表北京文化的声音 其实全世界都玩鸽子哨 可是只有北京会想起 把一个哨放在鸽子的背上让它飞 可是记录这个声音 本身这个技术呢 还挺难的 所以我这两年呢 真是失败很多次 可是呢 成功的有一两次 太不容易了 两年时间就录出来两条成功的 太珍贵了 今天呢我们就请老师来出题 把同学们的答案选择 留在我们这个汉语大课堂的历史记上 出题观 请出题 鸽哨声是歌群飞翔带来的声音 高低起伏变化多段 是老北京一种特殊的声音 在古代养鸽子有另外一种用途叫飞鸽传输 请问在下列选项中和飞鸽传输功能不一样的是哪一个 同学们请作答 在下列选项中和飞鸽传输功能不一样的是哪一个 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的答案 就只有保罗选了B 就是我一点也不知道答案是哪一个 所以那我就是选了B 因为我特别喜欢D这个字 有没有对自己答案很有信心的 我觉得A就是一种传信息的方法 因为杜福说了烽火连三月加书几万斤 厉害 所以烽火和家书两个都是一种联系别人的方法 那到底谁的答案会是正确的呢 请判定 恭喜所有选择了D选项的朋友 赶紧请老师来解析一下正确答案 报庭是指现代社会公共场合售卖报纸和刊物的小型活动房屋 没有起到传选消息或者沟通的任何功能 所以正确答案是C